大家知道嗎 你唸了那麼多文 就是文章 你有沒有感覺會很好奇 寫的人真的有這樣想嗎 有沒有 偶爾不會這樣想嗎 你有沒有發現有時候解的人 比寫的人想得還多 然後重點卻在於 你對他印象很好 你如果對他印象很好 你就可以把它解釋得很棒 你如果對他印象不是很好 或者是這個人沒什麼地位 然後你就會把它解釋得很爛 或者是根本沒有文采可憐 所以其實我是不是說過很多次 很多老師不罵你就是因為 他如果絲毫的在你的心目當中的印象不好 他講的話都會被你往壞的地方去解釋 像我搞不好就是中文 對不對 然後如果這老師好你喜歡的話 就算罵你兩句唸 老師都是為了我好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不假的情感過 所以其實你慢慢長大就會開始動搖 還是你從小就沒有過 就是你要找一個可以信賴的大人 然後他講話你要能夠心虐成福 滿心關係的認為 他講的一定都是對的 然後他在幫助 我不知道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樣成長得很小快 但是有時候也不一定很難講的 好不好 我們趕快往下看 好 只是慢慢的這種人越來越少了 而且你長大了就慢慢出社會了 慢慢到複雜的地方去 就會發現這種人越來越少了 你就會很難過 或者就算是這種人 你去心裡也不把他認為是這種人 搞不好你現在就這樣說吧 好 我們趕快往下看 我們趕快往下看 我們趕快往下看